哇 泡泡龍耶 小時候超級喜歡泡泡龍 他的遊戲我還有破關 不過這泡泡龍跟以前不太一樣 好 我又來到了文博會 那一樣是很多人 已經快要結束了還是很多人 我們就先進去 好的 因為經過了一班排隊 我終於就進來了 那今天是最後一天 也是最後的一個小時多 我想我的影片可能會比較短 因為我也想玩笑 不要看過箱子的話 我們的公平器件 我已經到了 心想自成 現場都幫你鼓掌了 來這邊平號碼排隊 換加碼 台語錄今天有活動 四五四六 五四五四六 各點一個才子先來比大小 我們有辦那個圖案 因為我的主題是單身頭 然後就辦 作為這個月老 然後我們就可以寫連絡包 好可愛 然後我們就寫連絡包 就放在這邊 然後放在這裡給點抽 倒一個抽 謝謝 謝謝 掰掰 好 很好玩耶 好啊好啊 那你先寫資料 這邊 請坐 我發現到 好像女生對這個好像比較有興趣的樣子 不過這樣的話我也覺得我也來玩玩看好了 我們就以純粹郊遊為主吧 當我走到這裡的時候是昨天的鳥時代 那這個鳥時代咧 我們聽說我們的奶奶與鳥跟這攤好像有點認識 所以我們就再來看一下下 這個是動物國度 然後你看它這邊有名片 它的名片做得相當的精緻 那這個真是很漂亮 然後這裡的話應該就是都也是跟動物有關係的 那請問你的這個主題就是 我就在這裡 對 你的主題就是指說都是動物的 對 跟動物保育有關嗎 蛤 保育有關嗎 呃 保育有一點相關 但是我們主要是在推廣就是各種不一樣的 好謝謝 那我昨天有來到這個虎爺 這邊都是賣那個 跟虎爺有關係的東西 這門上面寫的虎爺實習中 全都是虎爺的相關商品 文博會的花樣很多啊 讓人家點逛都逛不完 這個就是前面那個囉 KING JUN 哇 泡泡龍耶 小時候超級喜歡泡泡龍 它的遊戲我還有破關 不過這泡泡龍跟以前不太一樣 韓國製的娃娃 泡泡龍 文創清品獎黑皮 黑皮 這裡是黑皮的攤位 這裡有個黑皮 黑皮的扭蛋機 黑皮的口罩 這個有得獎的喔 這邊還有男手枕 我昨天看到的題目不是這個喔 我昨天看到的題目好像第一個是電風扇 昨天我記得你有帶三軸的穩定器 然後我看到後面這邊第二個也不一樣 第二個什麼坐著放屁身體會歪一邊嗎 這個也跟昨天不一樣 每天都換一個新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好好玩 我昨天也加入了粉絲團 那你這樣要來貼貼嗎 可以啊 好謝謝 你腳痠嗎 爆炸痠跟甜甜的 發現身上黏著七根不幸運區 你覺得是誰 蟑螂跟貓 那 不幸運的話我覺得會是蟑螂 蟑螂送你一個 有小孩在吹泡泡 有顆大泡泡會飄像你 你會把他巧妙躲過還是戳破他 小孩在吹泡泡 我雖然我會閃過 但是我心裡會想戳爆 哈哈哈 我選巧妙躲過 然後這個問題就很好笑啦 然後這個問題就很好笑啦 坐著放屁 身體會歪一邊嗎 如果正常來講的話是會啦 呵呵呵 正常來講是會 然後他這邊黑色是 寧願把椅子噴出一個洞 這有可能嗎 這個的話就是給他選會吧 真好笑 然後不小心睡著 進行時流了很多口水 你會 趕快擦掉跟自然風乾 這個基本上是擦掉啦 這個今天的問題跟昨天不一樣 好 這好好笑 這是好廢的問卷 這個好廢 好廢的問卷 然後這裡都是他們的產品 相當好的一個好廢的問卷 哇那個不是熊寶嗎 它是不是叫熊寶啊 對對對 它是熊寶 我記得這個熊寶 它叫毛巾寶貝 還有這個章魚 它可是一條毛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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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是小狗 那那邊有一個寫 拿個小狗的牌子 哇,糟糕了,時間快要結束了 我們快要明年見了 這個前年有跟貓咪大戰爭也合作過喔 今年他自己一個人出來,貓咪就沒有帶出來了 阿瑪的攤位依舊在排隊 我現在看到了一個波德多的藕仔煎的袋子 超好玩 好好玩的一個袋子,是零食啊 其實這裡是這裡買的嗎? 你是不是之前的? 喔,是是是 那你買不到 哇,這好特別喔 不得,你覺得蝦皮上應該還會有 好,謝謝謝謝 一年一度的文博會就要在此,又要說再見阿 很難得今年有文博會阿 希望大家有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那我們就明年見吧,掰掰